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甭管男女老少 只要咬上这口香浓的黑猪肉 这顿饭吃得才叫舒坦 它吃不腻 这个屁吃得特别紧 好吃 今天我吃的肉 给它有些 好吃不腻 味道好 清晨 五十多岁的段华伟 早早地来到了养殖棚 为大山中的黑宝贝们 准备一天的火食 早晨起来 六点多进行喂食 渔民室 斗火炸 华山康 喂饶以后就放开上山 在山上吃这个野菊花 吃这个野草 三十年前 段华伟离开了部队 他放弃了转业成为干部的机会 而是选择回乡创业 养起了家乡独有的品种 雀山黑猪 我回来以后学来养殖 还是因为我那时候当民宿 养过这个猪 吃过这个猪肉 那就是非常香 回到地方了以后 现在这个猪肉吃不到香味 后来我就想把我们本地这个黑猪 进行养殖发展 就决心养殖这个黑猪 找到原来的味道 在段华伟眼中 有着肉质优良 适应性强 繁殖力强等诸多优点的黑猪 更能唤醒记忆中的味道 为了培育出符合自己要求的黑土猪肉 段华伟带领周边贫困户 在深山里建立了一个散养基地 除了饲料 肉质 体重 毛色 在段华伟这儿 每头猪的撒花程度 也是一项特殊的检验标准 白天要重铸的活动 又能见到这个阳光 万无声张靠太阳 这句话 它的体质会更好 按着原始的味道 才能吃到原始猪肉的香味 香炸猪肉丸 是段华伟的拿手好菜 将新鲜的猪肉剁碎 配上葱 姜 淀粉 倒入酱油提色增鲜 搅拌均匀 经高温油炸过后 金黄酥软的猪肉丸 就可以出锅了 将焯水后的五花肉切成块状 在锅中放入八角 花椒 葱姜 爆香 等油锅加热后 放入五花肉快速翻炒 炒至八成熟后 加水小火炖煮四十分钟左右 香浓软糯 飘香四溢的红烧肉 就能登上餐桌了 新鲜的食材 无需繁琐的步骤 只需简单的料理 猪肉的香味就扑鼻而来 红烧肉还很香 吃了虽然不腻 很有嚼劲 嗯 真香 配上山羊的猪肉也很好吃 曾经在部队吃大锅饭的场景 虽然很难重现 但每一块猪肉入口的香味 却始终如意 对于段华伟来说 这每一口的香甜 不只是绿色健康 更是三十年间不变的 君侣情怀 金秋时节 我于福牛山深处的 和大庙村 正是一片忙碌的时候 民间七八二十的时候 半里成熟了 想了想起 快的狂着 纳着烂着 康着主干 到半里里里去 搭乱里 独特的气候条件 为当地的板栗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生长于雀山的游历 因其各大饱满 口感香甜 营养丰富的优点 受到外界的青睐 在2005年 也被评为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趁着女儿放假 陈友丽一家四口 来到鼓励林中 一起分享着 收获的喜悦 小时候这个 粮食不太够吃 最喜欢就是 办理下来的季节 省的可以吃 活少了还可以吃 在我童年中 就是干脚到 才办理是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 哎呀 姐姐给你饱饱 有着千年历史的古丽林 既是本地人的童年回忆 同时也见证了这片土地 千年间的变化 对古丽林来说 几十年的光景 不过弹指一挥 但对于陈友丽 却已耗取了半生 这开始我从大小比 也在大城市里待过 我就在家里 在取涛年轻人了 就想着飞来 做点理所能及的事 所以后来 就飞来了 地远山偏 当地的好板栗卖不出去 只靠村民自发寻找销路 肯定不行 随着国家大力发展 乡村振兴 乡镇旅游的前景 越来越好 陈友丽敏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 只见办理都是党地人 自己吃 假如从不变 一眼没华卖 看着这么多的办理 运不出去 确实行动 就尝试着让别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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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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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因此 淡板有好天气 王年和他所带的打捞队 都不会轻易错过 从小在湖边长大的王延 在树丫湖已飘荡三十多年 今天的他已离不开水上的生活 我七八倍都在喝了 空净好 肥子好 我也都吃在里边的水 酒的也缺菜 它跟城市不一样 没有那些菜 一看 进去都熟悟 天与莫雅 养我一家 素鸭湖 亚洲面积最大的平原人工水库 屋于驻马店鲁南县罗电镇 这里远离人类生活聚集区 人保留着较为原始的天然生态环境 两百多公里的水域面积 和两岸广阔富饶的湿地 使得湖边常年有上万只水鸟云集 野鸭西细 素鸭湖也由此得名 一个小时过去 王年和他的打捞队所获取的河棒驱之可数 经验告诉他 此时只有转移水域 多年的打捞经历让王年成为这个打捞队的队长 这是他们两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吓唬 希望都寄托在队长身上 和棒的位置全凭他的判断 王年希望今天能不负众望 满载而归 这不但关系到每个队员的收入 更关系王年作为队长的颜面 男人们出船 女人们则等待船只归来 把河棒装带称重 作为常年守家的他们而言 每次望着船只离开 他们都期盼着 这样不能尽早安全归来 水上作业存在着未知的风险 这让他们的每一次等待 都伴随着深深的焦虑与不安 四个小时过去 队员的体力即将消耗殆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got nightmares in my head, I fear That the thoughts build up until I can't hear That my mind fills up into a creature And it haunts me somewhere much deeper I got nightmares in my head, I fear That the thoughts build up until I can't hear That my mind fills up into a creature And it haunts me somewhere much deeper I've been feeling weird, I can't seem to focus good enough Nothing's really clear, sometimes it could be a little tough I just need to feel like the ends in sight for me But, lets me really, real anxiety can foggy all this stuff I've been feeling weird, I can't seem to focus good enough Nothing's really clear, sometimes it could be a little tough I just need to feel like the ends in sight for me But, lets me really, real anxiety can foggy all this stuff It sucks, when you finally feel like giving up Oh God, no luck, everything feels like you're sticky stuck I'm lost, handcuffed, to the bed where I sleep, don't give a fuck Can't stop, unplugged, feeling overwhelmed, I think I've had enough Gotta find a way to get some energy, gotta find someone who's a good friend of me I need purpose to make it all worth it, I'm still searching and I'm still learning I want a life that's filled with memories, not a life with regret in front of me I need focus to keep me from hopeless, psychosis if I keep moping I got nightmares in my head, I fear That the thoughts build up until I can't hear That my mind fills up into a creature And it haunts me somewhere much deeper I got nightmares in my head, I fear That the thoughts build up until I can't hear That my mind fills up into a creature And it haunts me somewhere much deeper I've been feeling weird, I can't seem to focus good enough Nothing's really clear, sometimes it could be a little tough I just need to feel like the end's in sight for me But let's be really real, anxiety can foggy all this stuff I've been feeling weird, I can't seem to focus good enough Nothing's really clear, sometimes it could be a little tough I just need to feel like the end's in sight for me But let's be really real, anxiety can foggy all this stuff 之后的一整个冬季 王年都会和他的打捞队 在湖上渡过 水涨水落 四季轮回 怀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期望 这群来自素鸭湖的打捞队 将一如既往地 延续着渔民特有的生存本领 凭借力气撑起一个家 在简单的一茶一饭间 获得最大的慰藉与满足 四面环山接入化 一溪流水绕村居 鸾川县诸家村 一座藏身于玉溪山区里的最美渔村 冷冽的山泉水穿村而过 夏季最高水温不超过二十度 为冷水鱼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这水都是山泉 就后边打山里头流出来 赵晓玲 诸家村鱼塘上唯一的女性管理员 每天早上七点之前 她都会准时出现在鱼塘 秋雨连绵不断 赵晓玲的心情也随着天气愈发忧虑 下雨或者以后这风过于大 或者晚上一天 你都不适合地看了水池 如果说水消雨缺氧都要死掉 特别是下雨 别人都是往屋里躲 我们洋雨都往外头 赶快去检查鱼塘 进浑水或者是水再冲垮鱼塘 你不适合检查 一个月前失足跌落鱼塘的经历 让赵晓玲至今心有余悸 为了防止意外再次发生 她必须时刻提醒自己 要多加小心 像鸽呢 鸽子不是有的有太贼 谁时都会给我吊流那危险性 哎呀水流不好吃嘛 一定要上不了 尽量休息 每到喂食的时候 鱼群便沸腾起来 赵晓玲最大的乐趣 就是看着小鱼争相进食的这一刻 尊于 世界名贵鱼种 对环境的要求极其严格 高温缺氧 水质稍污染就会死亡 赵晓玲必须细心看管 赵晓玲出嫁的前一年 父亲和哥哥的相继去世 他的母亲精神受到重创 这十几年越来越严重 生活不少自立 大小便十斤 一不小心他都跑掉 十九年前 他带着母亲嫁到了朱家村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 能够方便照顾母亲 赵晓玲十分珍惜 这份管理鱼堂的工作 朱家村和尊于的缘分 要从四十年前说起 那年夏天 朱家村连降几天大雨 山谷中的洪水 将刚刚成熟的小麦 冲去了大半 就在村民们发愁收成的时候 村子里一处吃水的泉盐 突然开始往外冒鱼了 那天都给我有鱼 村子有 那都水中的水往外吃 那好些 越来越高些 那这父亲都来了 泉盐里为什么会喷鱼 村里的老人也说不清楚 淳朴善良的村民们相信 这是上天给他们的恩赐 从此 朱家村便与尊于 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一道鱼 这所有池子都沾纹 现在都放鱼 鱼羊为鲜 自古以来 吃鱼以鲜为美 这鱼都是 都严禁却羊 你将吃鱼流以后 能一携带 只有说在这饭店里头 吃着肉质新鲜 加入说 西鱼带出去 肉质新鲜 就吃着味道都变味不好 为了能够让更多人品尝到尊鱼的鲜美 近些年 村子里开启了农家乐 尊鱼现吃现捞 从鱼塘到餐桌 只要极短的时间 午后雨时渐小 山间雾气腾腾 赵小玲悬着的心 也终于可以放下 马老五的农家乐饭店 离鱼塘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金尊还是红尊 三斤还是两斤 马老五会根据客人的需求捞回来 尊鱼反应迅速 补捞起来并不容易 长期的合作 使得两人形成了很好的默契 这鱼尊贵支出都是 其他鱼捞出以后 只要有谁 它都能生存几个小时 这鱼捞出来以后 当时都缺氧 有十分八分 它都要死亡 尊鱼一年之长一斤 果儿肉质紧实 营养丰富 高蛋白 低胆固醇 含有一般鱼类所缺乏的肝氨酸 维生素A 维生素B的含量 也高于其他鱼类 微量元素铁的含量 更是其他鱼类所不及 是绝无仅有的 真赚加油 争全鱼 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 尊鱼原有的鲜美 时间和火候是保持鱼肉鲜嫩的关键 中餐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千变万化 工序和火候不同 干锅鱼会呈现不同的口感 一毫米厚度的鱼片煮出来口感最好 和当地的小米辣是最佳拍档 尊鱼上几部分的肉质最为细腻 口感最佳 尊鱼制作的生鱼片 口感比起三文鱼 更为鲜脆可口 熬鱼汤之前 先把鱼骨煎至金黄 可以去腥提鲜 加入鲜川豆腐 鱼汤爽滑一人 蒸鱼鱼 水煮鱼 干锅鱼 生鱼片和鱼骨汤 朱家村的鱼业 充分开发了尊鱼的美味 尊鱼的美味吸引着更多的外地游客 村民们的增收渠道也越来越多 带动了三百余名村民就业 山和水 水和鱼 鱼和人 相互依存 共生共荣 成就了生气蓬勃的高山渔村 管理鱼堂虽然辛苦 但是赵小玲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前年 赵小玲和丈夫用多年的积蓄翻新了房子 他打算再攒些钱 开个农家乐 让更多的人品尝到高山渔村的美味 我有这种心愿 还能在藏田地收拾吧 只要努力 只要有机会 我想努力 做到更好 个体硕大 黄毛金爪 论起横行霸道 螃蟹可是鼻祖 但再难缠的对手 碰上具有浓郁烟火气的人类 也得服服帖帖 不错不错 蟹黄挺多的 第一次吃这个感觉特别特别香 就它油特别出品 九月底 西川大闸蟹成熟的日子也已经临近 最先成熟的是母蟹 软嫩可口的蟹黄 最先落入南洋吃货的口中 与这些吃货大快朵移不同 在距离南洋市一百多公里外的西川 万红养殖公司的负责人万爱玲 每天都要和技术人员 沟通大闸蟹的生长情况 昨天晚上捕了多少糖蟹 全部都是木蟹吗 那一定要保证 把最好的木蟹挑出来 不成熟的一定不能挑的 九月 雨季还没有过去 连日的降雨 让还没来得及硬化的路面 变得泥泞不堪 小母蟹现在两两种都成熟了 如果三两的 四两都没有成熟 可以二十年 公蟹尚未成熟 母蟹不好捕捞 对即将等待十一上市的吃货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但对万爱玲来说 无论内心怎样交集 耐心等待大闸蟹成熟 才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式 不急于把没有完全成熟的大闸蟹 卖到客户手中 是他做生意的准则 也是做人的底线 也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经营的 亚洲一库大闸蟹品牌 我们没有做过广告 都是朋友的口碑相传 如果你自己做个企业的话 你自己真正的诚实 最好的品质 最好的东西 群众也会是你解的 客户会非常地解你的 这种信心的来源 就在于自己得天独厚的养殖条件 这就是丹江湖 我们的水就是从这里来的 丹江口水库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 水源中富含多种微量元素 这些水每天都能够通过管道 引导到养殖基地 让大闸蟹享受到优良的水质 而每天从丹江口水库 打捞出来的鱼 经过简单粉碎 人工就可以进行投喂 待遇不可谓不好 再加上养殖基地种植的水草 荤素搭配 营养丰富均衡 这也成为丹江大闸蟹质量的保障 大闸蟹的烹饪 并不需要多么复杂 为了保持最自然的口感 清蒸往往是最好的选择 徒手掰开 满满的细黄 色泽诱人 让吃货的饥饿感抖升 如果需要复杂一点的操作 那就需要厨师刀刀利索 把螃蟹剁块 裹上即食粉 能够在油炸时保护蟹黄的营养和口感不流失 然后经过翻炒能呈现出不一样的色泽和口感 如今万爱林的大闸蟹养殖基地已经从当初的80亩试验堂扩大到了上千亩的规模 十多年的发展也让这个安徽来的女强人尝到了生活的各种滋味 有一年下的很大的雪 我们有十来个池塘 螃蟹全部都没有捞上来的时候 一晚上大雪 波风把整个池塘覆盖了 那死得太惨了 看到那个死螃蟹的时候 我都流眼泪了 因为我们工人下 我们一年辛辛苦苦的 一下子死了那么多 万爱林的老公从事电缆生意 养殖公司的大小事物 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在搭理 但她无论面对怎样的困难 从来没有服过软 从小就是父母的心头 不要忘记穷苦的时候 不要忘记穷人怎么样过日子的时候 这句话实实在我的心中 如今万爱林还想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在生态养殖的理念下 更好地经营自己的大闸蟹品牌 在西川县城 这两年的时间里 悄然流行起了另外一种食材 蜗牛 但再新兴的食材 在经验丰富的厨师手里 只要稍花点心思 就能够把它做成美味端上餐桌 听说这世界四大名菜 今天这个肉也做得好 这个肉都很高贵了 收入多 蛋白高 你没有看这食材这么大样 食材整长了 你往它碰上边瓶瓶细 整长你再看看它 食材那会儿点把这儿干了 你再拿这个瓶瓶 看它外边泡掉了 往那瓶瓶里边捡捡 西川县甲娃村的村支书甲长虹 除了每天要忙于村务 最重要的一份额外工作 就是照顾自己大棚里的这些白玉蜗牛 已经到了十月份 凉意渐浓 甲长虹每天都习惯性地看下温度计 掌握好转移蜗牛入温式的时机 就在一年前因为没有经验 不熟悉白玉蜗牛的生活习性 在第一年蜗牛过冬时 就出现了意外情况 开工没有回头见 于是它开始认真学习养殖技术 筹集资金 建造十一蜗牛种苗过冬的温室 而作为一个不常做饭的男人 为了熟悉白玉蜗牛的口感 甲长虹竟然也钻研起了做菜 蜗牛洗净 在潮湿的环境中停时静养两天 方便蜗牛排除体内脏物 再用水冲洗干净 水烧沸 放入蜗牛 杀精定型 捞出 放入凉水中备用 热油入锅 葱 姜 蒜 煸炒出香味 放入蜗牛进行翻炒 本来用水炖煮的蜗牛 它选择用啤酒 没过水面 去腥增香 再加入各种调料 收支装盘 养长二年 蜗牛的米饭叫你尝一口 这几个瓦克给你做了顿 让你先尝尝的蜗牛啥味 来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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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多啥味多 吃不吃不吃 吃不吃不吃 你整天不早饭 他早饭吃了 好吃了吃点 你早饭吃了 早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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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饭吃了